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15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2024最新版本 疾病与衰老 好 老师 那我们今天开始讲 疾病与衰老 我们现在就请老师直接开始 好 那疾病与衰老 因为我们说过原始点 它是一个 对生命的一个探讨的医学 那我们从生下来 一定会经历老跟病 所以疾病与衰老 就是在谈这个过程 那我们怎么样来 对于疾病与衰老怎么诊断 甚至提出一些治疗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内文 二 疾病与衰老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影响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其中体伤是指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 热能不足是指能量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通过观察 疾病表现为症状 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 通过疑气检查 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 衰老表现为异常 一疾有疾病与衰老 必有症状与异常 症状与异常 是疾病与衰老之具体表征 而疾病与衰老 则是所有症状与异常的抽象代名词 所以分辨疾病与衰老 可观察症状之有无 若有则为疾病 若无则为衰老 由于疾病与衰老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属果而非因 所以不论西医 给予检查结果 何种病情 病因 病名 不过都是根据症状 与异常的不同特征 加以分析 定义 命名 以含在果中 与因无涉 故西医从果治病之果 正是指症状或检查结果 并以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而检查结果不仅包括原本就属体内的异常 组织受损等 还包括外来的细菌 病毒 异物 比如鱼刺等 第一段就把疾病与衰老 重点都把它讲出来了 那牵扯到西医 所以怎么样来看老跟病呢 以原始点通过观察就可以了 那如果西医就要借助仪器 那为什么会有疾病跟衰老 这里都有介绍 全部都是因为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体伤这里都有解释 热能不足 这些是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但它不够的时候 就会发生问题 那这就会导致老跟病的出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下一页 那观察原始点不需要仪器 所以观察疾病 就是只要有症状就是疾病了 那衰老 它在外面表现得为异常形态 这些我们细讲在下面都会讲 所以这里只是点到 那仪器检查疾病呢 它不外就是组织受损 那衰老就是为异常 所以简单的讲 那个异常里面还有包括异常形态 还有异常指数 那跟我们观察的异常形态 其实都是一样的问题 那怎么来辨别疾病跟衰老呢 很简单 你检查出来的 不管是异常 或是组织受损 你只要通过观察 它有状或症 那就是疾病 原始点已经讲了 疾病就是有症跟状 如果没有 这些表现出来 比如说老年斑 头发白 脸皮皱 这些没有症状 只是有形态变化 那这个就是属于老 老跟病就是这么简单分 那仪器检查出来也是这样 体表检查出来 有老跟病 仪器检查出体内的 也不外就是老跟病 那组织受损就是属疾病 那异常就是属衰老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这里就是点出 刚刚我讲的 你要分辨疾病与衰老 就是看症状有没有啦 如果这些 异疑之前的一些 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如果有症跟状出现 那就是疾病 如果没有 这些异常的现象就是衰老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出来了 那至于这里进一步讲出来 这些疾病跟衰老都是属果 都是因为身体 有体伤跟热能不足才导致嘛 那所以西医不论给予检查结果 因为它不管是 怎么样造出疾病或衰老来 也就是它早检查出的异常或组织受损 不过都是根据这些果来论述的 所以它最后的论述从果来说 这个病情啊病因啊病名 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其实都是根据症状跟异常的不同特征加以分析定义命名的 就是跟疾病还有衰老来命名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下一页 好 所以它所有的解释还有所有的说法 都跟疾病之因无关 其实都在论果而已啊 所以到最后导致西医也是从果治病 那西医从果治病这个果 涵盖什么呢 涵盖指的就是指症状 或检查出的结果 那检查结果我们说的最 主要里面 它有包括体内的异常 还有组织受损 甚至还包括续境病毒 因为当一个人感染了这些续境病毒 你从体内就可以检查出来 但它不是体内自己生出来的 而是由外来感染而有的 像鱼刺也是一样 医务 检查处有医务 那这个也是 所以它的体内的 检查出来体内的 有包括里面本身就有的 还有包括外来的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定义 以后这些检查出来 其实都不是疾病之因 因为包括本身生出来的也是果 那外来的细境病毒 在某一个程度 它根本就是一个盐而已 外盐进来的 也不是疾病之因 好 那这些都会导致我们 导致我们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 当你身体有 这些外来的或本身的 这些 体内有的这些 都是因为你 体内有组织器官运作 失调的一个状态 才会导致的 好 那我们处理疾病 当然就是从一下手 好 这里 这一段是先把 疾病与衰老 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那紧接着我们下一段 就是要来 什么叫疾病 什么叫衰老 我们先来看疾病部分 疾病是指身体出现症状 或体内检查出组织症损 原始点根据症状之不同特征 将其分为症与状 再将症细分为三种 一 不适感 如疼痛 酸 麻 痒 胀 刺 晕 晕 口苦 灼热 潮热 下坠感 多数他处体伤所致 二 功能紊乱 如失眠 烦躁 多汗 流鼻涕 耳鸣 耳聋 耳流浓 口眼歪斜 咳嗽 气喘 呕吐 发烧 腹泻 便秘 小便困难 白带 抽筋 板机纸 或数他处体伤 或数患处体伤所致 三 体力虚弱 如行动迟缓无力 异常疲惫 瘫痪 肌肉萎缩 饱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 多数患处体伤所致 状是指体表组织受损 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 如肿胀 破皮 出血 目赤 口窗 坐窗 褥窗 溃烂 湿疹 肝血 与西医通过仪器检查出的体内组织受损 如气胸 骨折 肌腱断裂 脑溢血 胃出血 溃疡 发炎 沾黏 同属患处体伤所致 差别在于 状 目视即可分辨 不需仪器检查 如此分法 主要用意是为了指出 身体若有体力虚弱病症 极为重症 若无极为轻症 另一层用意则是为了指出 症与状 可由不同体伤所致 并可通过观察以推断其体伤位置 也因如此才能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使诊疗成为一体 但观察所推断出的体伤位置并不绝对 仍需经按推后 视疾病改善与否才能确认 可见按推原始痛点 不仅是治疗 同时也是诊断 使诊疗一步到位 如此建立诊疗体系及因缘果理论 即可解释为何正解除后 状未必会消失 反之 状消失后 症也未必能解除 譬如肿痛 常见痛止而肿未消 或肿消而痛未止 此意味着痛不生肿 肿亦不生痛 究其原因 痛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肿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此理记明才能彻底解除症状 又可阐明老病由来 如症与状 症与症 甚至疾病症状 与衰老异常 皆为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之果 其间并无因果关系 如此才能避免老病不分 即倒果为因 而说疑病多因 如疾病是由异常 即组织受损所致 或果生果 如异常或组织受损 可导致多种症状 使诊疗误入歧途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蛮长的 我们从头来看一下 这里谈疾病 疾病我们说过了 看有没有症状 如果有症状 就是属疾病 另外还要就是 说到西医 西医常常是用仪器检查的 那他们的疾病就是 检查出体内有组织受损 就称为疾病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 这个叫原始点的症状 那以前中医也有写症状 但他们没有分 症状的分法 原始点为了解决症状 所以它再进一步把它细分 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症跟状分开 然后再进一步把症分为三种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个症有哪三种呢 第一个不适感 这里举例很多 就是譬如疼痛症麻痺 之类的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你看这一类的 是属多属他处体伤 它已经点出了 它的音在哪里 也就是你只要从他处 去找开关 把痛点找出来之后 按一按 很可能这些症状都可以改善 是这种意识 所以它的分类 你从第一个已经感受到 它的分类就是为了怎么样 容易知道它的音在哪里 然后就可以同时处理它 好 那第二种我们再来看 不适感 第一个不适感 第二个 下一页 功能混乱 好 那这里也举了很多 比如 失眠 烦躁 多汗 流鼻涕 这个我就不再继续念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 有可能它是属他处体伤 也有可能是患处体伤 有些人按一按就有改善 有些人按了也没有改善 一定要热炎进去 好 它才改善 所以这时候 一定要处理才会知道 那我们把这一类的 分为功能混乱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类的 下一页 第三个就是体力虚弱 那体力虚弱 比如说行动辞访无力 来异常疲惫 这一系列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很重要喔 因为这里 一定要看里面的内容 为什么 因为有没有体力虚弱 在原始点的诊断很重要 如果有体力虚弱就是重症 没有体力虚弱就是轻症 所以大家不妨把里面的这些 举例的 甚至把它背一下 背出 那以后遇到 临床上遇到这些症状 这些出现的 那你就可以笃定 它一定是重症 那重症 这些症状出现 常常是患处体伤所致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重症一定要 为什么要加强热源 这里已经点出 为什么原始点到最后发展 只要重症 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这里已经隐含着这个意识了 好 那症介绍完了 进一步再来看状 状指的就是体表组织受损 那组织 体表组织受损 有包括两类 我们第一个 有伤口 或是皮肤病 那这里也举例很多 比如说肿脏 已经肿起来了 比如脚踝扭伤 肿起来了 然后也有破皮出血 甚至还有这里举的什么目次 好像眼睛都含有血湿这样 那口疮 错疮 口疮就是嘴巴破啦 错疮就像青春痘这一类 好 我们看下面 怒疮也是 这个都临床上蛮常见 就是有些人躺太久 就有时候屁股或脚啊 就烂掉这样 烂了一个洞 那溃烂 失诊 肝醒 刚刚我们在回答 就全身皮肤病的 那个应该就是属肝血 好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观察 因为属体表嘛 一看就知道 哦 这个是组织受 壮的组织受损 然后壮的组织受损 以西医检查出来 体内的组织受损 西医检查出来 体内受损有下面这里 哦 比如气胸骨折啦 肌肩锻炼脑溢血 胃处 好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这些同属怎么样 患处体伤所致 这两种 包括西医这里也讲出来 就是壮 壮跟西医检查出来的组织受损 都是同属患处体伤 那这两者唯一的差别就是 壮可以用眼睛看得到 不需要仪器检查 但西医检查的 一定要通过仪器检查 哦 检查出来的 一定要通过仪器 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 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 我们来看如此分法 来看下一页 它的用意主要是为了指出怎么样 就是我刚刚讲的 症的体力虚弱 这里一定要多看 因为身体若有体力虚弱病症 极为重症 若无极为轻症 哦 所以原始点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诊断依据 就是如果你有看到体力虚弱 就是属重症 那重症跟轻症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分 因为体力虚弱 对生命有威胁 如果你体力很强 一般是不容易死的 所以会有生命威胁 我们称为重症 那轻症即便有生命威胁 但是跟重症比起来 就因为它体力还不错 所以一般对生命 有立即性的威胁比较少 好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 用来分辨轻重症的一个依据 另外还有一个用意 是为了什么 因为症与状 它们的体伤位置也不一样 包括症 有时候 比如说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但症的体力虚弱 又多属患处体伤所致 这个都指出 它们的体伤位置 有可能不一样 而状呢 它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就是指出它们可能 症跟状 它们都是由怎么样 可由不同体伤所致 那了解了我们就有办法 针对这些体伤位置去解决它 就可以改善症跟状 好 那这些症与状 还可以通过观察 来推断它的体伤位置 比如说你观察出 哦 那个是属状的组织受损 我一推我就知道 这个是必属患处体伤嘛 比如破口 皮肤病 肝血那一类的 那一看就知道 那是患处体伤 那如果 诶 听患者讲 它有哪里不舒服 或是哪里痛 那这个症的不适感 一听 这样就可以知道 哦 这个就是属 它处体伤 大部分啦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决定 我们要按推哪里 哦 那因为 你又可以分出轻重症 所以又能决定 到底是要以热炎为主 还是按推为主 哦 如果轻症 当然就是以按推为主 啊 如果重症就是以热炎为主 然后又知道体伤位置 又可以决定 按推的治疗位置 或热炎的治疗位置 所以 上面这些 就是为了 这个让我们很快落实 怎么样落实呢 把按推跟热炎 落实在临床上 使诊断跟治疗 完全成为一体 那所以我们原始点 就变成很容易了 只要患者讲出他的症状 我们大概归类之后 哦 那到底是轻症重症 我们治理心理就有数了 然后到底是他处体伤 还是患处体伤 也应该心理有个底了 那这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应用按推跟热炎 哦 很快就有一个方案出来 所以他的诊断跟治疗 其实就马上结合在一起 成为 哦 你既可以诊断出来 又已经治疗 整个方案都已经出来 所以变诊疗一体 他的意思是这样 好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分 通过观察 还是有问题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你看 但观察所推算出的体相位置 并不绝对 如果观察 譬如说 异常形态 硬结肿块肿瘤 或 这些肿胀 这组织受损 这一类 诶 确实可以 用观察就可以推断出来 但是如果症呢 没办法 症有时候你明明是症的不适感 照理是他处体伤 诶 结果按了没有效 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 也可能他是在患处体伤 所以 观察 他只能说 对症 可以 很明确 但对症 就不明确了 这时候还要配合按推 按推原始痛点 有效了 才确定 这个是他处体伤 如果没有效 那就要再患处找 那这个很可能就是在患处体伤 所以 这样的按推 又进一步 原始点的特色就是 按推又可以分辨体伤的位置 所以按推本身 他既是诊断也是治疗 然后在这一个动作 就可以一步到位了 诊断跟治疗一步到位了 好 那我们听了这么多 哦 原来 我们从一开始把疾病分成症状 然后再把症状分开 症分成三种 还有状 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诊断 那诊断跟治疗能够结合 是诊疗一体 所以我们原始点的诊疗体系 就是这样建构出来的 然后再进一步 用因缘果来产视老病的由来与仿治 以避免诊疗误入歧途 那整个原始点 原始点的医学就是理论也有了 诊疗体系也有 所以理论与临床就完全可以结合 那这个医学必须要有理论跟临床 诊疗 理论跟诊疗合而为一 那理论跟临床的诊疗合在一起 那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医学 好 那这样我们从前面一路这样讲下来 就已经知道原始点的诊疗体系 是这样建构的 那因缘果理论 就是为了把这些老病的关系 因缘果的方式讲清楚 避免诊疗误入歧途 好 那我们来看内容 就是它这样的建立即可以怎么样 解释那个症跟状 比如说 症解除后 症未必会消失 但同样反过来 症消失后 症也未必能解除 那表示症跟症 他们彼此之间 根本是都是果 没有 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 好 这里就举出一个肿痛 比如说我们 跟刚刚我讲的脚踝扭伤好了 脚踝扭伤 欸 结果它脚踝就肿痛起来 好 那肿呢 是属怎么样 组织受损咯 痛是属症咯 所以 肿是属状 那痛是属症 好 简单讲 那常见怎么样 痛止 有些扭伤之后 欸 经过一段时间 那个疼痛不见了 但肿还是在啊 也有人是怎么样 肿已经消了 但 那个部位继续在痛 那就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哦 原来痛 不会生出肿来 肿也不会生出痛来 但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错误概念 就是 那你会痛就是因为它肿嘛 好像肿就生出一个痛来 啊 事实上这里就点出 你痛也不一定会生出肿 同样肿更不可能生出痛 它们两者根本就是两个 一个是症 一个是状 彼此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 好 所以 我们这样就可以进一步 来探讨它的原因 因为我们把症跟状 已经严格的分开 那我们就容易探讨出来 那个痛是属症的不适感 所以多属他处体伤所致啊 那肿呢 肿就是肿壮的组织受损嘛 必属患处体伤所致嘛 哦 两个原来它的因 根本就不一样的因 一个是他处的体伤 一个是患处的体伤 那两个痛跟肿 原来都是果 果跟果之间 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嘛 不会随身随的因意识 好 那你明了了这样的道理 你才能彻底解除症状 要不然你怎么 你都不明了它的因是从哪里来 你怎么解决这个果 所以原始点都是从一下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一页 好 那这里指的就是因缘果理论 那它建立了诊疗体系之后 又建立了因缘果理论 那因缘果理论可以用怎么样 用来阐明老病的由来 这里就挤了 比如说症跟状 症跟状现在大家也知道 都是不一样 那症与症 因为症又分成三种 它们之间也有很多不一样 好 可能有些他处体伤 有些是患处体伤 那状与状 因为状也有很多的 比如说破口出血啦 或是皮肤病 它们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嘛 所以这里就这样子 然后还有进一步讲 疾病症状跟衰老的异常 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里都把它提出来 而这些都是由体伤所致 有可能是他处体伤 有可能是患处体伤所致 所以它们都是由体伤所产生的果 这些果与果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那这样我们理解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避免怎么样 老病不分 为什么 异常属老啊 症状属疾病啊 这样你就可以分出 什么是疾病 什么是老 也不至于在盗果为因 因为这些症异状或衰老的异常 都是果 就不至于说 这些检查出来的 包括异常或组织受阻 是疾病的因 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解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 老病不分及到果为因 而说 哎呀 这个病可以 是因为检查出来的这些 比如说异常或组织受损所导致的 就不会说出这种话 或是下面 我们继续看下面 或说果生果 果生果就是 就是你检查出来的异常组织受损 可导致多种症状 因为果 刚刚前面已经讲过嘛 老跟病都是属果 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怎么会这样导致 所以西医检查出来 如果说这些会导致症状 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怎么样 诊断跟治疗避免误入歧途 所以原始点整个下来 如果这里看懂 包括西医的误区 他们里面的很多问题 其实隐约已经都有点出来了 好 那前面这里介绍的都是 属疾病的诊断方式 那我们下面进一步再来谈衰老的部分 好 衰老是指体表出现异常形态 或体内检查出异常 其中体表出现的异常形态 如发白 秃头 面皱 老年斑 瘤 油 硬结 肿块 属患处体伤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由于体内非肉眼可见 所以必须通过仪器检查 而检查出的异常 可分为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其中异常形态 如癌肿瘤 脂肪肌瘤 脂肪肌瘤 纤维瘤 肠肌瘤 肠肌瘤 肾瘤 脑萎缩 肝硬化 肺纤维化 白内障 骨刺 骨头坏死 关节变形 脊椎侧斑 椎肩盘突出 异常指数 如异常的血压 血糖 血脂 尿酸 癌指数 肝指数 肾指数 胆固醇 但因异常既非正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及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所以是老而非病 好 那这里这一段就是 前面因为谈疾病嘛 这里谈的是衰老 那衰老有分体表跟体内的 体表出现异常形态 也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异常形态 那体内呢 体内我们看不到一定要检查 好 那体内就是检查出异常 这个就是属衰老 这里先把衰老先这样界定 那进一步细讲就是 其中体表出现的异常形态 我们就举了很多例子 好 发白秃头啊 面皱这些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属于患处体伤所致哦 那表示原始点用眼睛看得到的 哦 因为属患处体伤目视即可分辨 眼睛看得到 那又属患处体伤 表示原始点怎么样 对于老也有治疗的方法 既然谈体伤位置 就是准备要把这些问题解决 所以以后你再遇到哦 哦 发白啦 秃头啦 面皱老年班 你就从患处下手 他处可能解决不了哦 他处有帮助 但是真正要解决体伤的位置 是在患处哦 甚至到瘤或硬结肿块 甚至哦 像我们乳癌的癌肿瘤 也是这样处理啊 那这些都是避暑患处体伤啊 目视即可分辨 所以原始点的发展 已经是可以把衰老的部分 也可以解决了 也就是不止前面的诊疗体系 可以处理症状 甚至还可以涵盖到衰老的部分来 这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前面的体表的 我们目视即可分辨 但体内呢 体内非肉眼可见啊 你眼睛看不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通过仪器检查 那仪器检查出的异常 就是属衰老的部分的异常 又可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好 那其中的异常形态 这里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西医检查出来的 但西医常常就把这里 异常形态当作是疾病本身 那我们后面会讲 在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这一看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体表的瘤啊 油啊 肿块啊 硬结啊 不都是一样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都把它归为衰老 是这样来的 好 那这个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有哪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还有下面的异常指数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里检查出来的 我们什么血压 血糖 血脂 尿酸 这一类的还有各种指数 什么三高啊 那些西医的指数 好 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异常指数而已 那这些异常呢 好 这里就概括来谈了 这些异常既非症 它不是什么不适感 指数不会让你不适感啊 那这些异常形态也不会啊 它本身根本没有症状 也没有什么功能混乱 及体力虚弱 也非症的组织受损 所以从症状的角度来分辨 就马上可以看出来 哦 这是属衰老 而非疾病啊 所以这一段 就是把衰老 包括眼睛目视可见的 还有必须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 都把它说清楚了 好 那我们 呃 这里是衰老的部分 我看时间是不是讲不完呢 是不是等下一次再来谈 Luna 好 那老师讲到这里吗 就讲到这里 因为她刚好把疾病跟衰老 都做一个介绍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老师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内容是 实作教学答疑 我们下个礼拜见